刘鹤或像朱镕基一样 同时担任副总理和央行行长 中国高官刘鹤代表中国出席2018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对于刘鹤的政治前途 外界也是十分关注 2018年1月24日报道称 达沃斯经济论坛本周将在瑞士举行 中国将派出刘鹤一名高级经济顾问 和政坛新兴率领超过130人的团队出席 分析人士预计 刘鹤将发表演讲描绘中国2018年的经济愿景 外界还估计 他会警告美国可能的贸易战将带来的危险 经济学家 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研究员的陶然说 我认为刘鹤会试图劝说 美国不要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 我认为这是最紧要的事 报道称 金融分析人士将非常关注刘鹤会 在达沃斯会议上讲些什么 除了重要的经济顾问职务外 刘鹤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外界普遍预计刘鹤将很快成为主管金融和经济的副总理 也有人猜测刘鹤将接替周小川出任中国央行行长 报道称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凯说 所有证据似乎都表示他很受中国领导人的信任 从19代以来 他也经常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出访 这使他能够很好的洞察中国的决策过程 报道称 刘鹤的职务要等到今年3月中国召开两会后才能最终确定 一些人甚至猜测他可能会同时担任中国副总理和央行行长 就像朱镕基在90年代后期的职务一样 高志凯说 这两个职务并不互相排斥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2018年1月22日也刊文称 从正后 刘鹤先后在国务院国家纪委任职 2013年升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刘鹤被视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密的助手和最重要的经济智囊之一 华尔街日报2013年曾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向美国官员这样介绍他 这是刘鹤 他对我十分重要 2017年19大 刘鹤向权力中心靠近 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有媒体预言 他将被任命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对BBC表示 刘鹤是目前政治局中为数不多的经济专家 此次刘鹤出席达沃斯论坛表明了他的地位 他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庄泰亮则认为 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班是国家总理等抓经济的一把手 此次出席暗示刘鹤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政府职务 能让他在国际上有更多曝光机会